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24号晚在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马克龙夫人布里吉特参加 习近平愉快地回忆起中法两国友好交往历史 习近平指出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也是最早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开展战略对话 最早同中国开展民用核能合作的国家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中法建交55周年 我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访问法国 具有特殊意义 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有几点始终没有改变 一是中国对中法关系的重视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一直视法国为优先合作伙伴 两国人民有着特殊友好感情 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们要继承好 发扬好 使中法关系继续走在时代发展前列 二是中法对和平 发展 公平 正义的共同追求 始终没有改变 中法都是具有远见和独立自主精神的民族 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多边主义 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致力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合作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我多次阐述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与总统先生提出的同一个星球的理念 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中法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多次成功合作 在国际上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 三是中法合作互利共赢的属性始终没有改变 马克龙表示 我去年对中国的访问非常成功和愉快 一年多来 法中双方不断落实 我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 有力推进经贸 科技 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 法方关注并重视一带一路倡议 法方视中方为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赞赏中方在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所作贡献 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与协作 发挥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引领作用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